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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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霞衣裳花香蓉 春風俯瞰龍花木 若非去於山頭間 会想要看月下方 一只红颜龙影响 银鱼路上王冠长 接问航空谁的心 何别非人一心装 银花经过两相识 长得举往太相看 银鱼路上王冠长 山巷亭被一难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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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鱼路上王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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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银鱼路上王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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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下俄宇 银鱼路上王冠长 都是大杉矶 鳌鱼路上王冠 日厅 产业 穷奢几尺 一支千金 那些钱财是怎么来的 我做生意从巴蜀运来产物 在长安销售 还不是沾了皇亲国戚 自称是天子的小姨子 包揽了许多的买卖 你瞒得了父皇 瞒不了我 我瞒着皇帝姐夫 皇帝姐夫被蒙蔽了 殿下 东宫太子 您的意思万岁爷是老糊涂了 是不是 我 我没这么说 你刚刚不是说皇帝被隐瞒被蒙蔽了吗 一国之君能够轻易的被隐瞒被蒙蔽 不是昏君 不是老糊涂 是什么 这 殿下 华华 你不要得罪太子 以后 你怕什么 我 将来她当上皇帝 那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皇帝姐夫身体硬朗得很 她不一定活得比皇帝长 把我惹火了 叫皇帝姐夫撤换太子 高公公 堂龄 奴婢参见太子殿下 他们太猖狂了 殿下 他们是哪些人 杨国忠 还有那些重任坊的杨氏家族 殿下 高公公 杨国忠惹的安禄山兵变 应该叫他去职才对 殿下 这我能叫他去职吗 公公 父皇应该让杨国忠罢官 甚至问罪 才能平息战祸 圣上并不以为然 殿下 圣上已经派了使者去说服安禄山 希望安禄山能休战一切免救 不杀杨国忠 安禄山肯休兵才怪 等使臣回来就知道了 我想安禄山要休兵 必定会提出条件的 启禀大将军 曹清派着使臣来 看他说些什么 叫他进来 贪监安将军 是谁派你来的 臣是奉了圣上旨意 特来探望将军 有什么好探望的 我要杨国忠 把他捆绑过来 将军 杨相爷是圣上乙众的助使 你说什么 我 皇上有什么话要告诉安将军的 圣上有旨 希望安将军能够修兵霸占 一切可以免救 圣上知不知道 我举兵是为了要杀杨国忠 清军策 安将军 杨相爷乃是圣上所认命 不能由你要杀就杀 我就要杀 我不杀他我势不为人 大党安陆山 你身受皇朝红恩 不知图报 竟然信兵作乱祸国养你 把他给拖出去 砍了 安陆山 你会遭天诛地灭的 走 将军 不可以杀来使 为什么不可以 自古以来有道是两国交锋是不杀来使 我非杀这个疯子 卢山你要冷静 子民 杨国忠杀了娘 你还要我冷静 卢山 你要杀杨国忠为娘报仇 就必须要冷静 我 这名使臣虽然出言不逊 毕竟他是一名使臣 你要杀了他不仅理亏 而且也阻断了上达天庭的路途 怎么讲 他是皇帝派来的使者 你可以开出条件 请他回奏圣上 一个杨国忠的首级和大唐半壁江山 皇帝自然会权衡而有所取舍 你是说 开出条件 皇帝会把杨国忠交给我处置 应该会的 我不相信 他会答应 除非你要求的太多 除了杨国忠之外还有别的 何方承识 是 杨国忠 Ted 满山 那是他心头上的一块肉 他不可能给你的 即使他愿意放弃的话 他的老脸上也挂不住 那就杀 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玉山 我 我要 我要大唐全部的江山 我要大唐所有的一切 是谁 启宗圣上 战报传来 安禄山不肯罢兵休战 朝廷派去的使臣已经被杀了 什么 安禄山的乱军已经攻陷太远 太远 太远已经失守了 北京副留守杨光乖已经被俘 太远 那是大唐皇朝的发源地 指望能好好地打一仗 没想到 只是一夜 就失陷了 万岁爷 太平日子过久 朝廷居然没有一个支兵用兵的人 万岁爷 万岁爷 相爷提过的封城清 杨国忠 尹在 派封长青为平鲁泛阳节度使 即刻由东都洛阳出兵 遵旨 尹环 公主 请坐 尹环 长安世上 大家都在传说 三哥要御驾清真 御驾清真 我不知道啊 尹环 传说不是空穴来风啊 不会 万岁爷 绝对不会的 万岁爷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 我了解三哥 朝中的一些老臣 也了解他的脾气 虽然是年纪大了 依旧喜欢逞强 好面子 天武军的失利 爱陆山的步步进鼻 势如破竹 他叶不下这口气 御驾清真 认识早晚的事 只要有大臣提起 不服说的三哥一定会的 玉环 你要随时提醒他 注意自己的年纪 已经不再年轻了 这趟长途征战 不要说是征战 就连这一段遥远的路途 都是很折腾人的 待会万岁爷退朝 我会提醒他的 玉环 你要通知后宫兵妃 预做准备啊 准备什么 一旦 安陆山的叛军渡过黄河 我估计 终将放弃黄都而出奔的 不会 万岁爷说 他会尽量守住 不让安陆山渡过黄河的 不论如何 预做准备总是好的 请求圣上 安陆山渡过黄河的 请求圣上 安陆山渡过黄河 沉流失守了 河北二师郡居然没有人抵挡 杨国忠 尊在 下招塑方 河西 拢右的兵马 除留守之外 各节都市率军集结东都洛阳 朕要清征讨伐逆贼安陆山 万岁万万岁 贵妻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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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的招命已经下了 什么招命啊 万岁爷下招 命皇太子监国 清帅王师东逃 还是迟了一步 万岁爷现在在何处 刚刚退朝 现在大概已到秦镇楼去了 公主 我们去吧 安陆山 你这个秘贼 万岁爷 不要气坏了身子 我 他连使臣都杀了 可恶 太可恶了 臣早就料到这名杂虎 这不是东西 李亨 儿臣在 朝政大事交给你和国中 儿臣遵旨 大小巨戏都与国中商议 是 李氏 奴婢在 我命你为票计大将军 随我东讨安陆山 是 即可召集各节路使 是 帅京兵赴东都 再行银即可 遵旨 杨光仲 臣在 你下去吧 是 臣妾叩见万岁爷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玉环 听说你要去东征 重用安陆山的是我 如今安陆山反叛 已经渡过了黄河 我不能逃避责任 三哥 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玉环 当年 你的选择是对的 三哥 不一定要你清真 万岁爷 朝廷的将帅 也可以派他们去打仗 再说 你也不是打仗起家的皇帝 万岁爷 派太子殿下去 你留在长安统筹大局 玉环 行事所必 我非亲自去不可 三哥 玉环说得对 太子李亨 可以带你去啊 李亨 侄儿愿带父皇出征 可是各方促请父皇亲自出征 侄儿无法代劳 你 玉环 她说的是实话 安禄山 已经渡过黄河 只有我清征各节度使 才会出精兵齐王 三哥 长安你不会久了 你先到巴蜀 到峨眉山去 三哥 三哥 听我的话 越快去越好 三哥 远远靠别 远远 你早年入道 由于我这个做皇帝的哥哥 不能清静 此后 你应当可以专心地修道 不会再有人来干扰你了 离恒 尔臣在 今后持阴法师有任何要求 就如同为父的招命 儿臣遵旨 送持阴法师出宫 是 派御林军护送持阴法师入巴蜀 是 姑姑 三哥 三哥 走吧 万学爷 来 回长生殿谢着吧 梅妃娘娘 梅妃娘娘 暗露山 她已经打过黄河了 梅妃娘娘 暗露山 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梅妃娘娘 玉镇公主 已经由玉林军 保护到巴蜀去了 哎呀 我不知道那个酒鬼 她现在到哪里去了 小六子 你有没有听说 听说什么 李白 梅妃娘 你不担心国事 你只担心那个酒鬼 李白的妻儿在认诚 梅妃娘 安露山兵变 任成早就失陷了 娘娘 你不关心自己家的人 却去关心那个酒鬼家的人 我家在南方的福州府 不是安露山所能及的地方 梅妃娘娘 万岁爷她要去东都 她要御驾清真 去讨伐安露山 万岁爷要御驾清真 嗯 战士 已经研究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也不知道 不要谈了 万岁爷 要不要换一手轻快的 玉环 我心里很烦 叫她们不要谈了 万岁爷 你整天发愁 与世无补 灵白 有两首诗 人生得意须静欢 莫使尽尊空对月 万岁爷 喝吧 玉环 好日子快过去了 万岁爷 不要想这些了 好 不行 待我清征 我就能驱逐藩虎 收复师徒 万岁爷 还有什么坏消息 就快说吧 安禄山攻陷洛阳了 攻下了洛阳 万岁爷 我娘 我娘在洛阳 万岁爷 安禄山在洛阳继位 自称大英皇帝 他成帝了 是 这该死的东西 娘 女儿不孝 没有能好好照顾你 玉环 我出去派人把你娘救出来 万岁爷 我自己投下了 我好 他们要不要 还不愿意 不愿意 拿下了 听人家 免不不安 是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启奏圣上 洛阳失陷 河南伊达西巡投降 东都留守李登不肯投降 被安路山所杀 要好好安抚李登家族的后人 是 请走万岁爷 封长青兵败高贤之退守闪中 刚刚又有消息来报 他们已经退守同关了 处死高贤之与封长青 万岁爷 高贤之跟封长青之败非战之罪 尤其是高贤之退保同关保全了实力 处死他们 你们这是不公平的 历史 为将帅者不能以长情论断 兵败身权法无可恕 现在的民心士气必须要从严处置才能整肃 是 杨国中 臣在 高贤之封长青的家族要好好照顾 他们的兵士要好好安抚 恩威毕士 是 万岁爷 奴婢请圣上西行入蜀 西行入蜀 一旦同关守不住 长安围在旦夕之间 请万岁爷考虑 臣使司明叩见陛下 臣张立真抗见陛下 领身 司明 同关的战况如何 戈书汉带着二十万人马死守着同关 启禀陛下 要想攻打同关只怕是不容易 不容易也要攻 司明 今天就征兵攻打同关 有人退去 一律出斩 是 臣遵旨 有传闻 皇帝姐夫要西晋巴蜀 不可能 万岁爷说 他要倾讨安禄山的 姐姐 洛阳已经失陷了 安禄山称帝为大圣圣武皇帝 今天又攻破了同关 要不了多久 安禄山的兵马就会到长安了 不可能 贵妃娘娘 同关到长安 这条路我走过 沿渭水南岸 没有走多少路程就到离山 而后就到长安了 皇皇 有没有问过国中 洛阳失陷之后娘的下落 我听阿昭说 三婶跟着剑哥到南方的湖州去了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姐姐 长安城还看不出荒乱的景象 一旦知道皇帝要去巴蜀 必定会大乱的 那要来看姐姐可就不容易了 到时候你也会很忙 要走总会引起一阵的荒乱 阿满 你快去找梅妃娘娘 叫她尽早做准备 是 有什么好准备的 梅娘娘 我根本就不打算走 娘娘 等到叛军进了都城 会有好一阵子杀伤裸掠 等不到他们进长安城 我就会自作了断 娘娘 你不该有这种想法 我从南方来到长安 倔目无情 如今又遭冷了 娘娘 这一阵荒乱真是一个好机会啊 好机会 万岁爷不可能带走所有的人 不如趁此机会到南方去 听说李白先生正在精灵呢 就算找到他又能如何呢 他有妻儿 就算找不到他 也可以回南方的福州府去啊 我想 这不仅是爷娘娘的机会 对其他的兵妃来说 也正是大好的时机 从此 就可以脱离冷清寂寥的宫中生活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 娘娘 你陪我到长生殿去一下 嗯 贵妃娘娘 在平时 要什么 宫中都会宫解 所以 宫眷还有女贯 都没有什么积蓄 遇到乱世 大家才想到 是要献钱 这件事 我可以做主 用心 在 你去通知内侍间支领一笔钱 跟银两大家分分 是 姐姐 这是要考虑啊 平白无故的分银钱 这不是等于告诉了大家要逃亡吗 嗯 只要一分发银钱 我保证 宫中会大乱的 是 彩萍 你先去领出来 放在你那儿 遇到情况不对 再分发 是 阿满 你陪着梅妃娘娘去吧 是 是 有人来了 参见梅妃娘娘 殿下 万岁爷没有找你去吗 我 我 我们正要去 殿下 万岁爷在秦镇楼 宣礼 在 我们去见父皇 是 二人 二人 我们走吧 儿臣叩见父皇 末将陈玄礼叩见圣上 都免礼了 谢父皇 谢圣上 我决定赴八叔 到目前为止 我依然宣布清征 日常的政务由你负责 父皇 杨相爷他 是 国中熟悉八叔的事务 他陪我去 是 玄礼 末将在 宫廷的禁卫还有多少兵 禁军有三千五百人 另外有九百匹马 已经集中了 这么少 圣上 飞龙舅驾兵三百六十名已调出 由建宁王统领进城 宇林军不喜一千两百人参加了城防 金武军由金赵颖父子 好了 有多少算多少了 圣上 我们何时出都 明天 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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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添 明天 武军要出城 这样 李 impact 万岁爷 爹 在长安 我们只能待两个金刺了 玉环 我们先到咸阳再入书 等到战火平息 很快就会回来 再回来 这里经过了战火的熔孽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 日华 不要想那么多了 战火平息以后天下太平了 我可以建造更宏伟更壮观的 万岁爷 好了 去睡一会儿吧 明天旅途颠簸 很辛苦 我害怕 怕什么 我 我心里有个预感 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会回来的 你相信我 一定会回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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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子 啊 梅娘娘 自己多保重了 梅娘娘 那你为什么不一起走呢 小六子 我 我打算回去南方的家乡 回到爹娘的怀抱 嗯 啊 啊 啊 梅娘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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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骢子 啊 啊 啊 這裏面的珠寶都是萬歲爺送給我的 不要帶了 我們一定會回來的 走吧 萬歲爺起駕了 臣能叩見萬歲萬萬歲 眾卿平身 謝萬歲 都準備好了嗎 啟奏聖上 前鋒已經過了橋 沿路秩序很好 走吧 起駕 照 Working M rates Ton M hhh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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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